Hello,大家好,我是若曦,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多人敲碗的主题之一 英国留学的申请过程 那其实当初我在申请英国的时候也是搜集了很多不同的资料 我还蛮了解大家就是要出国之前那个忐忑的心情 那所以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呢,可以帮助得到 正在准备申请到英国念书的同学们 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将来有打算要去英国念书的话 记得要完整的收看这支影片 那如果你是新同学的话,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大学的时候是在台湾念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幼教系 然后到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一两年之后才决定要申请英国的艺术学院 如果你们也不是本科系,但是又想要申请艺术学院的话 推荐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另外一支影片 那大概是在讲说我当时一个非本科系的身份来转职 申请过程跟那时候的心情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的申请过程比较着重在于艺术学院的部分 那我当时是在2018年的时候边念经修班 然后边准备这个整个申请的流程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2018年的10月参加完欧洲教育展之后 然后就预约面试 所以大概是11月面试的 然后到隔年2019年的时候,我的服装设计可能结业之后 我才去考亚思,那时候大概是3月吧,3月的时候 然后在2019年的9月到英国去入学 先跟大家来讲,从一开始要怎么去得到这些资讯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欧洲教育展 那边的资讯非常多,然后有不同的代办机构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了解任何事情的话 到那边去询问都一定有人可以帮助你 每年大约是9月到11月这样的时间都会举办欧洲教育展 但是今年我不确定,因为疫情的关系会不会举办 所以大家可能要再查一下 那在欧洲教育展呢,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学校的单位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先做好,做一些功课 看你有兴趣的学校跟科系 当然也会有报考雅思的堂位 插过一个小故事 我那时候在报考雅思的堂位的时候 跟他们了解一下考试的过程 然后当时跟我聊天的那个英国的老师 就是我后来考雅思的口说馆 很神奇吧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去那边走走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那我那时候是到欧洲教育展之后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想要念服装设计科系 所以我就看了几间我有兴趣的学校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要申请艺术科系的话 你就是可以把你作品级带着 因为非常有可能就是到现场 就会遇到英国来的教授 我说的是就是你平常的时候 通常会是这样子 那其实申请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你直接到那个学校的网站上面 去上传你的作品级 然后你的自传所有的资料 那第二种呢就是像我这样子 到代办中心去直接跟英国的考官做面试 那我个人会比较推荐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 你不是本科系的同学的话 我会觉得 因为见面三分情嘛 所以我会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见到考官 那加上如果你的英文口语能力表达还不错的话 比较建议你可以直接跟教授面对面的做对谈 因为比起直接看资料 其实你在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更了解你进步的这个过程 还有你的热情 所以我会觉得机会会比你直接上传冷冰冰的作品 其实还要再更大 在面试的当天其实我非常的忐忑 因为我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作品的时候 然后我还正在精修班的学期当中 所以那时候是正在正在设计我的第一个collection 所以那时候连一个完整的作品都还没有 然后我就是帮我试试看的心情去 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出生制度不畏虎啊 就是帮我所有的东西能带什么都带去给那个教授看 比如说我的一些sketchbook 我以前在练习画画的一些 就是非常不完整的那种sketchbook 我全部都带去 加上我那时候设计的过程还有我的一些理念 然后就带去跟那个教授谈话这样子 那如果你们对作品集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之前另外一个影片 到底是不是到英国念设计这个影片 里面有我的以前作品集 跟后来作品集的对照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一个非常不完整的东西 再去给教授看 那为什么我说见面三分情呢 因为他可以在你们对台的过程中感觉到 你的冲劲跟你的热情 那就会提高一些些你进到他的学校的几率 那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到代办机构去跟那个叫做面试 他叫Jake 他是一个人很好的一个中年的大叔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 他是我们学校艺术学院的院长 我觉得英国留学很好的是 这些代办机构 他们几乎大部分都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除非你们是需要委托他们去写一些自传 然后就修改的部分 他们才会收费用 因为我知道像美国好像你只要去代办咨询或什么 他们可能就会收一点费用 但是英国的话 我如果知道的没有错的话 英国的学校跟他们的政府会支付给代办机构这些费用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你今天要去英国留学的话 一定要去找一个你适合的代办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找谁的话 我可以推荐我的代办给你 他非常的细心 对好 回到正题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到了这个代办机构去跟这个教授面试 然后当时其实我差一点没有选上 一头热心冲冲的讲完了之后呢 教授他想了一下 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这个小布置大家可能在另外一个影片中有看过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稍微的带过一下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他说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 他的原文应该是讲说 意思就是说他觉得看到一个这样没有背景的人 可以走到现在让他觉得很振奋 然后这句话也真的就是感动到我 我觉得我会记住他一辈子 他就有点像是我当时前进下去的动力 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 但是呢他讲完那句话之后 其实他还是有点犹豫 因为他觉得他还没有看到我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所以他那时候本来他是讲说 那还是说我明年三月再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在面书那时候再发offer给你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失落了 但是我的代伴他就跳出来神助攻 他就说如果你这么喜欢他的话 那要不要你就先发一个conditional offer给他 不然你明年再来的时候如果又没机会不是很可惜吗 他就这样讲 然后这样就想了一想 结果竟然就把offer发给我了 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多激动啊 我整个雀跃到飞要填上去 所以我那时候面试完当天我就拿到了一个叫做 conditional offer 意思就是有条件的录取通知 那我那时候缺的就是雅思 那时候还没有考雅思 所以那时候就是说雅思补完之后 然后你上传的作品集到我们的系统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无条件的入学许可 拿到这个offer之后呢 他就跟你说你可能要上传你的作品集跟自转 这些就是后面彩评 但今天如果你是先申请网络的 先走网络管道的话 那这些你就全部都要先做好 好然后再来就是11月面试完嘛 然后到隔年3月我去考了雅思 那在考雅思之前我其实是有去上课的 因为我觉得雅思这种考试系统的东西 有人帮你整理过 可能会更有组织跟更有效率 所以我那时候有去 英国在台协会把他们的开的课程 是在信义区那边 我觉得那时候对我的帮助还蛮大的 如果大家有想要去补习的话 可以参考看看那边的课程 那你可以看到我另外一次 在介绍考雅思的一些小技巧的影片 考到雅思之后呢 你就会有雅思成绩 你就可以把那个成绩上传到学校的系统 那学校就会回信给你 你就会发一个unconditional offer 给没有条件的入学许可 表示你确定可以入学 那就看你要接受哪一个学校的offer这样子 拿到了这个unconditional offer之后呢 就可以准备申请签证 我们要申请的签证是第四类的学生的签证 我不太确定哪个学校也不一样 我们学校它是你接受了它的offer之后呢 你就可以上它的系统去跟它request你的签证 那你提交申请之后呢 学校就会回复信给你 然后就可以去英国在海协会签证中心 就会去生理签证 那这个生理签证呢 你必须要先到他们的网站上面去预约 你要去的时段 然后再依照时段准备好你该有的文件 到签证中心去申请 那要准备的文件我列在这边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然后参考的网址我也会留在底下 所以你完签证之后 它的工作天大概是5到15天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算一下你的时间 但在申请签证之前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叫做财力证明 财力证明是一件我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它必须要看到你的账户有足够的钱 可以支撑你在英国念书的这一整年 所以呢 以我的例子来说 我就必须要在我的账户里面 有学费加上一年的生活费 我的学费大概是台币60万左右 再加上一年的生活费 他们是抓最少需要有120万 到150万在你的户头里面 然后要超过28天 要一直到你申请完签证这个钱 才能移动出来 你必须要有这个存折的银本 来证明你的财力之后呢 你才可以去申请签证 因为签证组他们如果抽查 发现没有财力证明的话 你的签证就会被退回 然后你还会有记录 所以这个必须要先准备好 那如果今天你是用你自己的账户的话 就比较有问题 那如果今天你是用父母亲的账户的话 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同意书 叫做consent letter 意思就是我同意让我的小孩 用我的账户来作为财力证明 上网都可以找到这些很简单的格式 就大概准备一个小证明 然后妈妈签名 或是爸爸签名 这样就可以了 那签证申请到了之后呢 如果你有需要申请留学贷款的话 你就可以去银行申办留学生的贷款 我记得台北市的留学贷款硕士生的话 可以申请到100万 一年可以申请到100万 我今年也要去申请 但是我还没拿到签证 那在这之中你也可以去打听看看 有没有什么奖学金可以申请啊 比如说学校自己的留学生奖学金 还有雅思的奖学金也可以申请 我今年就要申请雅思的奖学金 如果你的科系在台湾有补助的话 你也可以去打听看看 那这个准备签证的流程 我大约都是在6月到7月这个期间 在跑这些流程 这样后面才不会太赶 好那既然已经拿到签证了对不对 一切都就绪了之后 就可以准备订机票啊 找住宿啊这些的 住宿的话 如果你是第一年要去英国的同学 我会比较建议你可以先住宿舍 那关于如何挑选宿舍跟如何找房子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下一次再讨论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也请帮我留言在底下让我知道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有什么地方我漏掉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在底下 如果你不好意思留言的话 也可以直接私讯我的Instagram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在大家走之前要先跟大家打个小小宝宝 就是我的网站终于开幕了 那在这个网站上面 我有放我的所有的作品 及未来会持续的更新 然后也有一些我最近正在做的作品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逛逛 然后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Instagram 这是我的艺术账号 欢迎大家可以追踪 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大大的喜欢 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把小铃铛打开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记得 刚才操痛 感谢观看